最后的蒋帮士兵默默镇守边疆四年之久 面对着生活在苦寒环境下的戍边战士 解放军们顿感肃然起敬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竟让解放军肃然起敬 知晓历史事件纵横史记长河 欢迎收看本次讲解 1950年3月 我国解放军第五师第十五团特务联 来到了一个名叫塞图拉的地方 这个地方中年积雪 毫无人烟 妥妥的生命禁区 别说人了 就连动物想在这里生存 那都够呛 放眼望去 除了遍地白雪外 还有这一座哨所 而他们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入驻塞图拉哨所 他们本以为迎接他们的 只有白雪挨挨的苦寒环境 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在塞图拉哨所里 居然还驻守着一个班的国军士兵 这群人跟我们以往所熟知的国军士兵大不一样 在大家的印象中 国军士兵那都是穿着崭新的军装 背着美式的武器 一个个都十分壮实 根本不用为生活问题而发愁 但是眼前的这几个人 却打破了大家的固有认知 他们衣衫褂褛 破臭不堪 身上的骨头 根根分明 十分的害人 脸色蜡黄 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 如果不是他们身上穿着国军的衣服 我们很难将他们 与拥有豪华配置的国军联系到一起 看到解放军的到来 他们还十分亲切地上前迎接 并大声感叹 四年了 终于有人来换班了 但是看到解放军的装束后 他们询问道 你们怎么换了新军装 大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俨然一副消息不通 与世隔绝的样子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群戍边战士 苦守边疆四年之久 塞图拉哨所 又是个什么神秘的地方 接下来 我就带领大家深入探索 死亡禁区塞图拉哨所背后的故事 看到这儿的朋友 可以查案点赞并关注 以便观看下期精彩视频 塞图拉 是个古老的商贸通道 也是丝绸之路的南方交通要塞 是通往南疆和印度的碧京之地 也正是因此 塞图拉就成了西方列强眼中的一大块肥肉 1877年清朝末代 因为朝廷的腐败无能 导致国家实力激弱 各地动荡不安 一边是西方国家 对我国沿海地区的侵占 另一边 边疆地区亦有外敌趁乱入侵 其中最典型的人物 就是浩瀚韩国的头领阿古柏 在阿古柏入侵新疆地区后 沙俄两国也趁机企图侵占我国伊犁 一时间 边疆战狂告急 随时面临着尸首沦陷的危险 但是面对这种十万火急的危机 清朝官员们却不是团结一心欲敌 而是展开了海防和赛防的争论 甚至有人说 应该放弃边疆的防御 将全部力量调去海上 加强海上建设与海上之敌 不得不说 这个思路着实是把我惊呆了 家都要被人偷了 还想着怎么去抢龙呢 不说吹啊 要是没这群老不死的东西 我国实力最少能向前推进五十年 面对这些荒谬之言 左宗堂将军那是再也忍不了了 大声呵斥了这些没脑子的官员 左宗堂将军认为 海防和赛防一样重要 只要边疆守住了 才不会出现 我退寸而敌尽止的局面 而后 左宗堂将军的想法 得到了一致的认同 朝廷随即下旨 命令左宗堂选择时机 前往新疆 凭叛军之乱 左宗堂也没有令大家失望 看准时机 一路向西 出兵新疆 这一战 可谓是血流成河 打得天昏地暗 经过一年多的血拼 西征大军 成功击溃阿古百军队 大获全胜 伊犁等新疆领土 也重新回到了我国的怀抱 在此之后 左宗堂考虑到 新疆地区 山高皇帝远 唯恐再有叛军作乱 所以建议朝廷派重兵把守 才可以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1877年 经朝廷批准 左宗堂从清军中 筛选出了一百多名士兵 组成了赶死队 带着粮草 翻越无数大山 最终来到了 位于喀拉昆仑山脉的塞图拉 这个地方 位于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塞 是通往南亚次大陆的桥头堡 西方列强 想侵略新疆 就必须从这里经过 所以 为了能保证第一时间 知道列强的侵略行动 左宗堂就派这些赶死队 到塞图拉来 建立一个军事哨卡 以此为据点 建立起清王朝 在新疆的军事防御体系 自此 塞图拉哨所正式成立 塞图拉哨所 作为当时 我国海拔最高的驻兵点 足足有3500米那么高 塞图拉哨所所负责巡逻的边境线 也有足足800公里那么长 据当时驻扎的赶死队统计 想要完整的巡逻一遍 最少也得三个月时间 最主要的是 塞图拉地理位置极其恶劣 不仅海拔高 而且天气还多变 距离哨所最近的居民区 也有几十里的路 所以 赶死队员们 一时都没有好的后勤保障 在巡逻的时候 饿了只能吃烟菜 他们心里知道 一旦来到这里 就不可能活着回去 于是 他们顶着各种恶劣的天气 在这地方 已待就是好几年 很多人也就此 永远长眠在了这块土地上 1911年 清朝政权被推翻 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按道理来说 塞图拉哨所 这种极为重要的军事据点 民国方面 应该会第一时间 派兵前来接管 但是 人算不如天算 民国刚一成立 袁世凯就窃取了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坐上了 民国大总统的位置 之后 各路军阀混战 抢地盘的局面 也就开始了 而塞拉图这种 鸟不拉石 还交通不便的地方 自然也就没人想去接管了 直到1928年 新疆省都军阳增心 宣布归顺民国 这才注意到塞拉图哨所 这个地方 并派兵接管了这里 这个时候 距离大清灭亡 已经过去了快20年 据称 当民国的军队 到达塞图拉哨所的时候 这里还嬉戏散散 存活下来几个人 但是 看他们那骨瘦如柴的身体 和蜡黄的面庞 估计也活不了多久了 身上的清军服装 更是不知道补了多少颗补丁 他们当中有的人 已经是两鬓白发的老人了 但是 还依然坚守在这里 正是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 是保卫国家的第一道防线 但是 当来人告诉他们 大清王朝 已经灭亡十几年之后 这位钢铁般的老人 却昏死了过去 属实是让人心疼 而国军士兵 也被清军这种 弃而不舍的精神 给感动了 就把他们留了下来 一起镇守在遥远的边疆 虽然这段往事的真实性 无从考证 但是 这也给塞拉图 这个死亡禁区 增添了一丝悲壮的色彩 在民国军队 接受塞图拉地区后 此地的边防状况 有了极大的改善 1928年 民国塞塞图拉 建立了边卡队伍 并且 每一年进行一次换防 而且 每年的兵力都在增加 直到1937年 盛世才统治新疆的时候 这里的边防队伍 已经有一个团那么多人了 虽然相较于清朝士兵来说 他们的装备 都有很大的提升 但是 在这一时期里 他们的生活条件 依旧很艰苦 巡逻边境线的时间 还是需要三个月之久 夏季炎热 没有水喝 冬季寒冷 没有火炉取暖 实在是冷得糟不住了 就把牛粪晒干 做成煤块来烧 以此来取暖 到了晚上 没有灯光 四周乌漆漠黑 只有煤油灯 照亮前方的路 而玉米面糊糊 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冲击物 到了大雪封山的季节 所有士兵 只能紧紧靠在一起 相互取暖 但即使他们面临着 如此的境遇 也没有一个人退缩 因为他们和清朝士兵 一样明白 自己是第一道防线 而自己的身后 是自己的祖国 他们要保卫自己的祖国 也正是因为 这里的环境极其恶劣 所以士兵们 宁愿去前线打仗 也不愿意来这里助手 上面我们讲到过 这里是每年 都会进行一次换防 但是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 全面统一战线的建立 这里就彻底被遗忘了 戍边的战士 想申请去前线战斗 但是当地的百姓苦苦哀求 再加上 这几百天 与百姓们的相处 这些战士们 不忍心丢下百姓们 就继续留下来 驻守边疆了 在这些人的心里 最期望的 就是有人来换防 他们每天都会 站在哨所门口观望 但是等待他们的 只有漫天白雪 和刺骨的寒冷 从抗战结束 到新中国城里 这里就再也没有换过防了 而这些战士 一判就判了四年 由于当时蒋氏匪帮 自身都难保了 所以根本无暇照料这里 当时 离塞图拉哨所 距离最近的皮山县 有四百多公里那么远 夏天还好 一到冬天 大雪封山 面临他们的 就是没有粮草 与世隔绝 这种环境不用想都知道 有多艰苦了 他们几乎是用命 在抢手关卡的 但是这些战士们 却依旧保持着一颗坚定的心 镇守在这里 他们何尝不想回家 何尝不想与自己的父母 或者妻子 一起吃团圆饭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祖国才是重中之重 就这样 这群战士在这里 一手就是四年 直到有一天 站在哨所外面的战士们 看见了远处有人的身影 所有人都热泪盈眶了起来 因为他们以为 是有人来换他们岗了 1950年 奉毛主席解放西藏的指示 我国解放军第五师 第十五团特务联 奉命前往新疆塞图拉绍卡 行军的部队一路历经坎坷 他们越深入这座大山 越能感知到 环境恶劣的猖獗 在大山里的地面上 到处都是锋利的碎石块 不少士兵的鞋底都磨破了 更有甚者 脚底板都被碎石块给刺伤了 就连运送物资的马匹 都不堪受累 直接倒在了路上 经过一个多月的辛苦赶路 解放军们终于到达了塞图拉 但是眼前的一幕 却让他们震惊 放眼望去 只有茫茫的大漠 目光所及之处 只有几个矮小的灌木丛 而且空气稀薄 人烟稀少 但是最令他们惊讶的 还在后面 正当解放军们 徒步前往塞图拉绍所的位置时 远远地看到了几个人影 这颗把解放军们给吓坏了 他们还以为是敌人入侵边境了 立刻就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 但是 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哨所里居然出来了几个 身着破旧军装的士兵 他们看到解放军后 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这举动 让解放军们是一脸懵逼 但是 看着那熟悉的中国人的脸庞 他们确信了一点 这不是敌人 而是自己人 而且还是国军 但是 这跟他们印象中光鲜亮丽的国军不太一样 眼前的这些人 瘦骨临寻 说他们是乞丐都不为过 进入哨所后 这些国军战士们 一下子把解放军团团围住了 因为他们在这个冰天雪地里 已经待了好几年了 突然见到了自己的同胞 内心很是激动欣喜 更有甚者 直接抱住了解放军战士 把头埋在解放军的肩膀上 边哭边埋怨 你们怎么才来 我们在这里过了好长时间的苦日子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原来因为这个地方过于偏僻 再加上当时并没有公路 或者通讯设备 所以外界的消息 根本传递不进来 这些可怜的士兵们 压根就不知道 讲师匪帮已经败了 站在他们面前的 是我党的解放军 看到我军崭新的军装 羡慕地说 难道我们又换新军装了 看到这些面黄金兽 衣衫蓝绿的战士们 解放军们再也忍不住 流下了眼泪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 仅仅一年的助手 就能让一个大小伙子苦不堪言了 就更别提四年了 而这些战士们 却真真正正地坚持了四年 等到终于有人来换他们班的时候 中国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中国了 后来 人们在塞图拉哨所附近 发现了一对夫妻的遗体 他们成了血液永不腐化的守卫者 为了让他们安息 人们并没有把他们放进博物馆 而是就地掩埋了 让这一对英雄 永远地长眠在了这方洞土里 人们不知道他们姓是名谁 但是他们在百姓心中 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那就是民族英雄 他们的墓前 没有鲜花 也没有墓碑 有的是祖国边疆 高大雄伟的雪山 和戍边军人 对于祖国边关 每一寸土地的忠诚的爱 如今 我军已经在塞图拉地区 建立了新的边防战 虽然塞图拉哨所的旧旨 已经废弃 但是塞图拉哨兵的精神 却永存世间 一直流传在塞图拉地区 流传在一批又一批 接管塞图拉哨所的哨兵们心中 如今的中国 已经是大变样了 现在的我们 生活在一片新兴向荣里 没有战虎的侵袭 也没有艰苦的生活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这都是一代的前辈们 用鲜血换来的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不过 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罢了